你好,請問你在上海租房一個月大概多少錢呢? 五十塊錢 一個月? 對,一個月五十 五十塊錢啊 一個月五十啊? 五十人民幣啊 五十人民幣啊 在上面這個穿透穿金的地方能自動五塊錢的房子 在上面 這等於是一個半層是吧? 講一下這裡有點好花 這是一個抽屜是嗎? 我們就跟這個櫃子一樣 這個一個櫃子寫到一個抽屜的 這是你的房間啊? 你看我便子都放在這裡 就住在這裡 還有一次網用品啊 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反正就是胳膊涼的胳膊都伸兩不開 右胳膊都伸兩不開 左胳膊就只能這樣了 這是一米多一點嗎? 一米多一點,是的 上面是一個,這上面是一個房樑嗎? 對,這個還算是一個房樑了吧 這是一個斜點的一個房樑 那你睡覺怎麼睡? 睡覺只能這樣睡 這個是美國海豹突擊隊的睡法 這個叫人家是兩分鐘睡前法 我也學習了一下 感覺還能適應啊 還可以啊 你是真的在這裡住? 不是做秀 或者也不是為了直播什麼的 的確是在這生活 開,他怎麼開不了? 他是 他生空 他得摸一下什麼 就是那個寺廟附近的垃圾堆 剪的,剪的這個墊子 一個藍色的還沒墊 這個繩子 我把它這個給它稍微綁一下 然後上面掛點東西 等於是做一個空中的一個儲物 是吧? 掛點毛巾啊什麼的 穿了這個 然後被子在上面 衣服啊 然後還有一些吃的 一些吃的一些皮筋 然後一些植物 還有我這個小煉鞋 齊犬的啊 神經所需的這個維生樹 我的每個都準備了一盒 然後再買那個二十塊錢 那個十斤那個麵餅啊 就是泡麵的麵餅 給它煮一下 然後搭配著這個吃啊 還是能夠維持身體的這個性能 好看 就自己的一些衣物是吧 軟袖什麼的 對對對 軟袖衣物還有洗澡啊 這個洗頭的這個用品啊 我的眼 然後更忘了這些 藍沙都放在這裡 就這我們大家再給大家展示 燃油車房 今天的特點 你真的被從遠來看才能感受到它 看上去真的很像一個小的一個抽屜 好大家可以打開了 嗯 然後其實整體 其實也就一平米左右 是啊 一米七的人住在一米五的房子裡 嗯 那已經就是完全整個人在這個房間裡面了 對他在入戶裡面 插座是旁邊的那個 大哥啊 讓我在他那裡用一下電 我就白天的時候稍微給手機充電 晚上那時候反正人不在的時候 我就把他給拿掉了 其實我們生活中還有很多別的需求 比方說上廁所 你怎麼辦 洗洗澡 白天的話可以去河邊三百米外的 那個工廁所去上一下 然後晚上的話就用那個瓶子稍微解決一下 那洗澡呢 洗澡大瓶 一個大瓶子 我在側口裡接了一些水 毛巾啊 沾點水 在這裡面就關在門擦一下 身體就這樣 也是在房間裡完成的一個擦拭 嗯 你說你現在那些寺廟做義工是為什麼呢 嗯 本身的話他們那邊就是可以去你那裡吃飯 但是我就是光是人家的這個免費摘飯也不太好啊 然後又收拾一下東西拖一下地 或者是摘一下菜什麼之類的 嗯 相當於義工底薪嘛 那邊其實我們的房間 從這邊出來還有一個蠻大的區域 雖然這樣不吃 但這塊區域 呃你是用來幹嘛呢 對放點這個平時用得到的這個雜物 裡面放木屋下去的就 呃稍微在這裡先放一下 嗯 清理箱也是在這裡放在這裡 哦 因為裡面地方是在特小吧 對 對 就一米多一點點 腦力就直接可以 嗯 嗯 是 原來你多大幾年 25 哦你25 對 讓咱們去大城市看看能不能做點 就是正常的工作 嗯 眨點這個錢 嗯 外面好像開始下雨了 現在越來越大了 嗯 好我們然後現在回到 呃我們的一個卧室吧 這個這個水管它也不通啊 這個水管原來人家那個很多網友都 哎呀現在才把那個 起來有點晚了吧 我現在是把它當成一個 放東西的架子了啊 是用 然後這是我在網上買的 嗯 這個光線面 嗯 用了優惠券差不多一塊錢一包吧 嗯 然後拿這個寺廟接到熱水 給它倒進這個袋子裡 給它泡個幾分鐘 軟了之後 用那個筷子給它吃了幾分鐘 就是這種 對 這個也是我最近新搞的一個小燈啊 也是一個 那個某寶一塊錢買的 嗯 然後這個要是沒電的話 就先用這個頂一下 這個用來充電 嗯 謝謝 今天先到這了 拜拜 嗯 或者找到好一點的工作啊 嗯 嗯 嗯